灵儿 齐儿 你们这是在跟娘生气吗 娘亲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娘亲把文婆婆好不容易才抓到的红灵火焰蛇给炖了 我很生气 我决定三天不理会娘亲了 哦 是吗 那齐儿现在是在跟谁说话呢 凤锦鸾凤姑娘 我跟齐儿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们对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很生气 请你严肃一点 你明知道那红灵火焰蛇对你有多么重要 你却把他给杀了 一锅给炖了 你身体不能恢复 以后病倒了 我 我跟齐儿怎么办 我跟齐儿不想失去你 是娘亲不好 娘亲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感受 娘亲身体一直不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娘亲经脉淤堵 现在娘亲全身的经络已经被人给打通了 就算是没有那红灵火焰蛇 娘亲也能够自行修复 真的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 娘亲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俩了 娘亲正是知道凭着自己的能力 也可以自行修复受损的身体 这才敢将那个红灵火焰蛇炖了 给你们两个小家伙 还有闻婆婆补身体啊 娘亲又不傻 不会不顾许自己身体 胡作非为的 那现在你们两个可以跟娘亲回去吃饭了吗 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还说不饿 嗯 在孩儿的心里 娘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娘亲 就算娘亲的厨艺一直不好 孩儿也不会嫌弃娘亲的 听到这句话 风景卵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 林二七二 你们兄妹俩的修为最近是不是毫无掌进 娘亲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阿伦 这不怪两个孩子 林二跟齐二各方面的天赋都很高 是我这个做师傅的没本事 没能把他们给教好 这若是换一个能干的师傅 与林二跟齐二的天赋 一定比现在要优秀许多的 才不是 闻婆婆最好了 娘亲 是我们不够努力才没学好的 你别怪闻婆婆 我